小萱我在2023年12月30日发布的影片,分享了PiNetwork计划在2024年进入主网开放阶段的重大消息。 这一消息引发了许多派友的热议,涉及到对派用户任务的看法以及对派项目方意图的猜测。 一些派友认为,派用户的任务主要是点击闪电按钮和推广,而KYC和映射等方面则被视为项目方的责任。 他们认为,球还是掌握在项目方的脚下,开放主网的决定权在项目方手中。 另一方面,一些派友则怀疑派项目方是否故意卡住KYC流程,不愿意开放主网。 这种疑虑在2024年是否会看到PiNetwork开放主网的问题上引发了广泛关注。 大家对于PiNetwork在未来的发展前景和计划有不同的看法,也对开放主网的时间表提出了疑问。 大家好,我叫小萱。 PiNetwork一直以来都是备受关注的数字货币项目,而Pi社区的声音更是对项目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。 所以,在这期影片中,我们将聚焦于社区成员的留言,看看他们的看法、期望和疑虑。 那在影片开始之前,老观众可以先点一个赞吗? 新的观众朋友如果觉得今天的分享有帮到你的话,就一定要记得点赞,还有订阅打开小铃铛。 OK,我们进入今天的重点吧。 首先我们来看这位Pi用户的留言。 这位Pi用户说我们Pi先锋的任务只是点闪电和推广。 KYC和映射部分是项目方的责任,所以球还是掌握在项目方的脚下。 小铅我想说,我们Pi先锋的任务员不仅限于点闪电和推广。 我曾制作一些有关KYC的教学视频,旨在帮助那些对KYC不太了解的Pi有成功完成申请流程。 此外,我还亲自搭建了节点。 小铅我想表达的是,我们作为Pi先锋的任务涵盖多个方面。 比如有些先锋他们,虽然点闪电是基本任务,但是否要进行推广则取决于个人的选择。 在我看来,KYC和映射是每个Pi有的责任,难道挖Pi就可以不进行KYC吗? 实际上,即使不进行KYC,仍然可以挖Pi,但这些Pi将无法映射到主网。 因此,我们作为先锋需要履行KYC的责任。 对于那些进行了KYC但尚未通过或者无法进行KYC的人,我认为可能是因为填写信息错误或上传的照片模糊, 导致KYC审核仍在进行中。 因为截至目前,我亲自协助的朋友和家人的KYC全部都通过了。 另外,如果每个人进行KYC都一定能通过KYC的话,那项目方干嘛还要实施KYC呢? 干脆让所有人都通过就好了呀。 对于KYC审核的问题,我认为即使每个人都进行KYC,也不一定都能通过。 因为项目方实施KYC的目的是为了确保网络的安全性和Pi的合规性,以防止不法分子的滥用。 因此,虽然每个人都尽力去完成KYC,但能否通过审核还是有一些不确定性的。 当然,只要您是真人操作,没有违规,怕账号跟您的真实名字一样的话,一定可以通过KYC的。 关于映射,我认为这确实是项目方的责任,但我们作为先锋,同样有责任在竹网手动映射PiD。 因此,这并不能完全归咎于项目方。总的来说,虽然项目方掌握着核实开放主网的权利,但当前他们已经明确了开放主网的目标。 如果这些目标都能够实现,PiNetwork自然会宣布核实开放主网。 当然,如果所有目标都达到了,却依然没有开放主网,那就是Pi项目方的问题。 届时,我也会考虑卸载PiApp,不再挖Pi币。 总的来说,如果相信Pi项目会开放主网,认为Pi在未来有很高的价值,那就继续挖矿和赋能吧。 但如果您对Pi的未来没有信心,认为Pi永远不会开放主网,那我认为您现在就可以删除PiApp账号, 卸载PiNetwork,不再用精力关注Pi币了,这样可以避免不必要的烦恼和困扰。 将注意力集中在其他更有潜力的项目上。 项目方故意卡着KYC不开放主网。 这位派友说怕项目方故意卡着KYC,然后再给你说怎样才不被卡主,故意不给验证原任务。 然后说只要完成目标就主网。 那么小萱我认为有这个可能性。 但我们并不是项目方,我们不能了解背后的所有问题。 毕竟KYC处理涉及到各种法规和规要求,而且很多人都开很多的分身账号挖矿Pi币。 这可能会导致一些申请需要额外的审查时间。 关于项目方是否有意不提供验证原任务,这需要进一步的证据和官方声明。 我觉得如果我们相信派核心团队或者看好Pi币的未来价值,那么或许不应该沉浸在质疑中。 因为我觉得这样只会让自己变得很累。 如果对项目方的真诚信任和对Pi币未来的信心足够,或者认为Pi Network有望取得成功,那么或许可以不用过多怀疑,而是专注于Pi的生态系统或未来的期望。 当然,如果对项目方的意图存在质疑,认为项目方是故意卡着KYC不开放主网,或者认为Pi Network永远不会开放主网, 或者这对你来说已经是无法接受的情况。 那就像我刚才说的那样,你现在就可以不用挖了,删除Pi帐号,卸载App。 不要每天都为了能不能通过KYC,或者Pi Network会不会开放主网而烦恼。 毕竟每天都为通过KYC而烦恼,确实不是一种愉快的体验。 小萱我知道一些,派友可能只是想要发泄一下情绪或者提出自己的看法,但负面情绪并不能帮助解决问题,反而可能导致一种消极的循环。 接着这位派友就回复说,你真的相信Pi Network会成功吗? 小萱我觉得这是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。 对于成功的定义,每个人可能有不同的看法。 对小萱我而言,Pi Network已经取得了一些显着的成功。 我们看看那些已经完成KYC并成功映射的派友。 他们已经可以使用Pi币来购买各种东西,比如食物、生活用品,甚至是剪头发和购车。 如果这不是成功,那又是什么呢? 这就让我不禁思考货币的真正定义。 货币不仅是数字上的存在,更是一种媒介,让我们能够买到自己想要的东西,对吗? 虽然我们目前还不能用Pi币购买所有想要的东西,但我觉得目前为止已经很牛逼了。 大家想一想,市场上有几万个加密货币,而有哪个加密货币可以像Pi Network一样在实际生活中展现出如此强大的购买能力呢? 很少有加密货币能够达到Pi Network所取得的实际应用程度。 这不仅是对Pi Network的胜利,也是对我们所有Pi友的胜利。 我们不仅在创造一种新的数字货币,而且在构建一个可以改变人们日常生活的生态系统。 这种变革不仅仅是数字领域的,更是对传统货币观念的挑战。 Pi Network正在向我们证明,数字货币可以不仅仅是虚拟的,而是可以真实地嵌入到我们的日常生活中,成为我们生活的一部分。 这是一场变革的开端,而我们正是这场变革中的参与者和见证者。 对于这位Pi友说,要不是为了这点流量,你至于天天这么努力地说Pi吗? 小轩,我想要表达我的观点。我的影片制作并不仅仅是为了获取一点点流量。 我之所以努力分享Pi的近期消息和Pi Network的相关信息,是因为我深知网络上存在许多虚假的消息和误导。 而我希望通过我的影片,为大家提供准确、可信的信息。 在网络世界中,有些人未经证实就随意传播消息,这导致了一些人对Pi Network的误解,也是Pi面临负面声音的原因之一。 在我分享的所有信息中,我都会仔细查看消息的来源,确保其真实可靠,然后再与大家分享。 我知道一些观众选择看我的影片,因为我会对消息真实性进行核实的博主。 另外,我希望通过我的影片,让大家更全面地了解Pi Network,而不仅仅是点击简单的闪电按钮。 此外,我的一些影片是关于Pi Network的教学内容,比如注册Pi账号,进行KYC,映射等。 对于那些刚接触区块链的人来说,这些操作可能是陌生的。 如果我不制作这些教学影片,那么对于完全不了解这些过程的人来说,将会面临一系列的困扰。 这些教学内容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,因为其中涉及到很多细节。 我需要反复检查,确保准确信,因为在区块链中,一旦出错就无法创改。 虽然大家的支持一直是我继续制作Pi影片的动力,但如果我认为Pi不会成功或者Pi没有价值,我是不会再继续制作Pi的影片的。 每天下班回家收集Pi的消息,整理分享给大家很辛苦。 但我觉得如果我不做影片了,观众可能会去看一些可能误导他们的内容。 此外,我相信有些人可能也是因为我的关系,才继续挖矿Pi币的。 同时,我之前也承诺过大家,我会一直陪伴大家直到Pi开放主网。 挖Pi币其实并不难,每天只需要几秒钟打开App,点击闪电按钮就好了。 有些人可能觉得这很难,很辛苦,但我相信如果有我一直在路上陪伴大家,相信大家也能更容易坚持下去。 最后,我想强调一点,我不仅相信Pi Network会成功,而且相信Pi的未来将更加美好。 这个过程可能会有挑战,但正是因为有了大家的支持,我们才能一直走下去。 然后有一位Pi友他说,Pi Network在2024年有希望开放主网,但不一定能开放主网。 小轩我认为,目前项目方已经明确了开放主网的目标。 一旦这些目标都得到实现,Pi核心团队自然会宣布开放主网的具体时间。 当然,如果所有的目标都顺利达成,却依然没有看到Pi Network开放主网,那就意味着存在Pi项目方的问题。 在那种情况下,我会主动选择卸载Pi App,不再进行Pi的挖矿。 因为我认为在这个时候,理性的态度是关键,既不会盲目乐观,也不会过度怀疑。 有些人问小轩我你认为Pi Network在2024年会不会开放主网? 2024年Pi Network是否会开放主网是一个备受关注的问题。 从我个人的观点来看,我并非预言加,无法确定未来发生的具体事件。 然而,我们可以看到,Pi核心团队对于开放主网的目标提出了更为具体的要求和方向。 小轩我刚才提到了,Pi核心团队明确了开放主网的具体目标。 一旦这些目标得以实现,Pi核心团队将自然而然地宣布开放主网的具体时间。 简单总结来说,Pi Network有望在2024年开放主网,而目前已完成的目标进度分别为53.33%,39%和40%。 尽管存在许多不确定性,但至少从目前的进展来看,Pi Network似乎正朝着实现开放主网的目标迈出重要的一步。 这个过程可能会有变数,但我们可以密切关注Pi核心团队的更新,了解项目的最新动态。 在这个过程中,我们也可以为Pi Network的未来持续加油助理,共同见证可能发生的变革。 毕竟,这是一个充满期待和潜力的数字货币项目。 在这个社区中,每个成员都对项目有着自己独特的见解,正是这些声音凝聚成了Pi Network的多元共识。 有关任务分工的讨论引发了我深思。 我认为,Pi Network作为一个社区项目,确实需要大家共同努力,但对任务的分工可能因人而异。 一方面,点击闪电按钮和推广是每个Pi有的基本任务,但另一方面,更广泛的社区参与,如制作KYC教学视频、搭建节点等,也能为项目的全面发展贡献力量。 关于KYC和映射,我觉得这是Pi Network发展中至关重要的一环。 KYC审核确保了网络的安全性和Pi币的合规性,是我们参与这个生态系统的责任。 对于映射,我理解部分责任在项目方,但作为先锋,我们同样有责任在竹网手动映射Pi币。 这是项目发展的关键一步。 然后那些已经成功使用Pi币购买商品的派友,无疑是项目成功的见证者。 这也引发了我对数字货币定义和未来潜力的思考。 Pi Network不仅是一种虚拟的存在,更是正在融入我们日常生活的数字生态系统。 然而,对项目方意图的怀疑也在社区中存在。 有关项目方是否故意卡住KYC的猜测。 我认为我们不能替代项目方去了解背后的问题。 理性对待,相信Pi核心团队的专业判断,可能是更为明智的选择。 最后,对于未来的期望与建议,我认为每个人都应该根据自己的信仰和对Pi的看法来决定。 如果对Pi Network充满信心,坚持挖矿和赋能是有意义的。 反之,如果存在疑虑,也应该理性地考虑是否继续投入。 现在项目方明确了开放主网的目标。 而我们期待Pi Network在2024年实现这一目标。 OK,希望通过这次的解读,大家对Pi Network的未来有了更加清晰和深入的认识。 那么今天的影片就分享到这里了。 那我们下一个视频再见,拜拜。